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银子?在下不明白大人的意思 明天,老夫我要听李湘君给我唱曲,就在这儿流缘 在这儿? 湘君姑娘的确身体不适啊 放肆! 洪大人想见李湘君,他敢不来? 这位是平溪王的姑爷,我们找洪大人 找洪大人? 请 什么人? 我们是李渔系班的 对,找班主 什么事? 他们是李渔系班的,来找他们的班主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抓住他们 洪大人 洪大人 要为李渔系班的新戏 比目于做平点 想必对碧姑苏巨舍也颇有好处 所以特来洗耳恭听啊 周刺客 刺客 刺客 李班主 这刺客 该不是你招来的吧 在下倒还觉得奇怪 为什么王兄弟一来刺客就来 要说谁招刺客 应该你的嫌疑最大呀 你 洪大人 洪大人 刺客已经抓到 刺客什么身份 他们自称是李渔系班的人 得以我看 他们并非灵人 李渔系班的人 二主统 不会是骆错了吧 李班主不妨亲自看看 来人 把两个刺客带上来 走 走 老师 走 李班主 李班主 班主 李班主 李渔系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做了什么 班主 我们冤枉 我们是来接你回去的 二主统 你都听到了吗 他们是戏班里的杂工 是来接在下回去的 既然李班主你也说他们是你的人 那就把他们带回去吧 多谢二主统 回去吧 慢 系班的人都可以走 可李班主你不能走 洪大人还有事吗 对 还有两个人是重要嫌犯 我查清楚也不能走 洪大人你就放他们走吧 在下愿意留下来做宝 你愿意做宝 是 我愿意 好吧 那就不客气了 好 来人 在 把李渔留下 其他人可以走了 折 你让开 不好了 不好了小牛姐姐 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师父被洪大人给扣住了 都是他们惹的货 到底怎么了 洪城仇他凭什么 凭什么扣住李班主啊 洪大人把李渔留在这儿 想必是另有目的吧 我要等一个人来 该不是等李湘君吧 这李渔要留在这儿 李湘君很快就会出现了 你说的太多了 是是是 其实王某到此 是另有事相求啊 什么事啊 王某想让李渔加入我的 孤苏巨舍 你们真是糊涂 自己回来了 把师父留在那儿了 相军姐姐 洪城仇想见的是你 不如你去看看师父 把他接回来吧 既然洪城仇有话 要不湘君姐姐就去一趟留园 看看师父怎么样了 他们明摆着 是要你去了 才肯放师父回来的 湘君姐姐 不要听他们两个的 如果师父知道了 一定会生气的 这洪城仇 把李班主留下 一定不坏好意 他既然想见我 那我就先去会会他 李姑娘 依我们看 洪城仇 不会为难李班主的 但你这么一去见他 等于是自投罗网 是啊 我以为是二人二没放活 他能把我怎么样 我这就去 相军姐姐 李班主 李班主 上哪儿去啊 没有 随便走走 洪大人说了 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李班主 你的弟子也没做过什么 待会儿本府向洪大人求个情 他会放你离开的 请 洪大人 李班主 李班主 请不必担心 我洪某之所以把你留下来 是要尽地主之谊 社宴招待你 我绝不会为难你的 是是是 在下多有冒犯 还望洪大人海涵呢 哎 百家争鸣 古已有之 我洪某说得对 你不妨听之 如果你认为我洪某说的话 不在点子上 也可以不听嘛 带兵打仗 治理天下 你不如我 可是编写戏文 写传奇 我洪某就不如你喽 洪大人太太距离于 只是今晚有一场笔木鱼要演出 在下必须先行离开 若他日有空 必定做东宴请洪大人 慢 洪某还有件事情 想与李班主商议 大人请说 好 李班主 与王子驾先生 都是黎元航中的领军人物 当年李班主的种种传奇 早已传遍南北 名扬天下 而子驾先生扮演的洪娘 也早已红透了江南 震动精华 如果你二人能联起手来 将是何等局面 在下对子驾先生十分敬佩 几次合作都没有机缘 若是大人有此美意 能够从中撮合 那一定是能成功的 好 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 本官还是直说了吧 这只是合作的第一步 这第二步 洪某希望你与贤侄永康 在这里 我洪某愿意做一个合适佬 把李渔系班和姑苏巨舍合二为一 以姑苏巨舍的名义进京演出 这个面子啊 不会不给洪大人吧 洪大人 秦叔李某不能答应 你 你 李曼主 你不会不知道吧 这姑苏巨舍 是平溪王出钱办的 邀请你李渔系班加盟 这是平溪王的一番美丽 一旦加入姑苏巨舍 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 到时候一起到京城唱戏 一路之上还可以寻回演出 各州知府必定会佳道欢迎 何等风光啊 从此以后 比于巨舍众人 这命运就由地下变到了天上 再也不用行走江湖 四处流浪啊 不如顺水人情挂个 姑苏巨舍的牌子 这让你就可以 文文当当的在大雅之堂唱戏 流芳百世 名扬千古啊 洪大人 并不是在下不愿意让系班 过好日子 也不是不想流芳百世 名扬千古 只是此事过于曲折 在下不想多起风波 更何况如今李渔系班 已被曹大人所租下了 在下总不能出尔反尔 言而无信吧 还有啊 曹大人与洪大人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希望通过系班进京唱戏 让李渔系班的名声 能够得以宣扬 这正说明你李渔系班吃香啊 是好事啊 曹大人那边我会去通融 我相信曹大人不会与平夕王相称的吧 系班进京为太后的寿诞唱戏 曹大人已经通报宫中 不能说变就变吧 宫中那边平夕王会去说明 再说我洪某在皇上太后面前也能说得上话 不会为难你他 可是李渔系班进京 这消息已经传出去了 更何况曹大人那边我已经答应了 总不能言而无信吧 我说李渔啊 这洪大人的意思说的是再明白不过了 这只不过就是一个名号嘛 你又何必那么认真呢 李班主 洪大人亲自出面却说 你的面子也够大了 你不会连洪大人的话都不听吧 洪大人请恕罪 对于在座的各位区区一个系班算不了什么 但对在下来说 李渔系以唱戏为生 一心只有一个戏字 并无他无 若是把系班拿走 就等于把在下的性命拿走一样 李班主 等京城演出回来 完毕归赵 系班还是你李渔的 这行了吧 你若不信 我洪某可以作保 在下实在是不解 处中明明如云 系班如灵 如今李渔系班已经残败凋零 为何非要不可 李渔 你太放肆了 多次的冒犯洪大人 虽然洪大人虚怀弱骨 宽大为怀 可马大人 你作为地方官 对这种刁民冒犯大人的行为 难道不予严惩吗 嘿嘿嘿嘿 那就要看洪大人的意思了 洪大人 在下愚钝 不解大人的美意 如有得罪万物见怪 在下告辞 李班主 要走也等吃完饭再走吧 在下的确因为晚上有戏 非要赶回去不可 哼 李班主 这流言的大门 恐怕你暂时还卖不出去 正如 你是什么人 请通报一下 就说李渔系班的李湘君 找李渔有急事 你在这里等一下吧 有劳了 李班主 加盟姑苏聚舍一事 老夫还望你再斟酌斟酌 洪大人 某位有一女子 自称是李渔系班的李湘君 有急事来找李班主 洪大人 加盟一事 我敢改日在座商量 纪班一直派人来找我 一定有什么急事 带我回去处理 洪大人 洪大人 既然李班主有急事 要回去 就甭拦他了 让他回去吧 可您今晚上 这又准备了上好的晚宴 要是白白的浪费了 岂不是 倒不如 请李湘君姑娘留下来用饭 你看如何呀 也好 请李姑娘进来 得 李班主 如果你有事情的话 老夫也不留你了 你请便吧 洪 怎么着 还不赶紧走 是改变主意 想留下来吃饭 晚上的戏 乡君姑娘是淡军人 我得留下来陪她一起走 李渔戏班人才多的是 就是刚才那两个女弟子 也可以独当一面 就让他们来顶替李姑娘 李湘君拜见洪大人 李姑娘 不必多礼 快快请进 李姑娘 你为什么要来呢 我听说洪大人 把我们李班主扣住了 所以湘君特来看个究竟 一场误会 一场误会 刚才洪大人 只是想留李班主 在这儿吃饭 商量加盟 姑苏巨舍事情 并无扣留之意 而且也让李班主走了嘛 是吧 洪大人 是 既然是场误会 那我和李班主 就先行告退了 李姑娘 洪大人 想留你吃饭呢 洪大人 晚上的戏 的确是要由湘君姑娘出演 还请大人见谅 那就找其他人代替呀 不要扫了洪大人的雅兴 王大人 这么浅显的道理 你都不明白 难怪你的巨舍 到现在都不成气候了 你 洪大人 你也曾带兵打仗 相信必定熟读兵法 老夫戎马一生 对兵法 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那么洪大人 带兵打仗 最忌讳的 是不是临阵换帅 其实我们唱戏的也是一样 临时换人 是不可以的 洪大人 那既然是误会 我和李班主就先告辞了 李姑娘 再急也不在于一时 老夫有几句话 想和李姑娘单独说说 说完之后 老夫派车把你送回去 小军姑娘 好 洪大人一言九鼎 相信洪大人的话说完了 就不会再为难我们了 当然当然 李姑娘 请 洪大人 有话请直说吧 李姑娘 本官的书房 布置得非常优雅 李姑娘是否有兴趣 去参观一下 我已经让人 泡了最好的名茶 请李姑娘品尝 请 不必了吧 我觉得这儿挺好 这儿 也好 其实 侯某要说的话 只有两句 第一句话就是 虽然李渔戏般有些声望 但毕竟是 迟小水浅 岂能容得下 像李姑娘这样 见过世面的大人物啊 日子长了你就知道了 那绝非是九流之地啊 洪大人的意思 是想让我离开李渔戏般吗 这第二句就是 如果李姑娘参加孤苏巨赦 我洪某保证你能过上 无衣食之仇的 无颠簸流离之苦的 无委屈求全之辱的 美好日子 洪大人 你这番话 倒真能让我有几分动心 只是 还有一件事情没说清楚 什么事啊 洪大人 这个王永康 是吴三桂的孤业 另外一个 是吴三桂的幕僚 恕我直言 所谓的孤苏巨赦 其实 就是吴三桂加班嘛 洪大人 你说 这样的地方 我李湘君能去吗 嗯 李姑娘的心智 我洪某略知一二 但是 所谓 水至清 则无余 人至茶 则无有 星转斗一 时过境迁 李姑娘 对什么事情 还都这么较真 这日子过得 岂不是太苦了 我洪某 只不过是个建议 请李姑娘 想想明白 时至今日 李姑娘 是尽心尽力了 名声 名节 也都有了 还求什么呢 以洪某之见 不如随遇而安吧 洪大人 嗯 您的话说完了 该让我走了吧 李姑娘 还有一句话 我洪某 非说不可 李姑娘 如果不愿意 加盟孤苏巨赦 那就不勉强 我洪某 绝不为难你 这位朋友 洪大人 怎么我也成了 你的朋友了 李姑娘 有所不知 当年在京城 洪某 曾听过 李姑娘的方明 曾看过 秦淮八雁图 还轻而听过 李姑娘唱的一曲 莫莉花 在那 纷乱之势 那真是天外之音啊 自此以后 李姑娘的形象 就深深地印在 我洪某的脑子里 前几日去南京 故地重游 在秦淮河畔 在秦淮河畔 试图 重觅方宗 可惜啊 李姑娘的梅香楼 也变成了一家 丝绸店铺了 近日在秦淮河畔 见到真人 却似幻象 前几天 在虎丘戏场 看到李姑娘 扮演的刘淮姑 果然名不虚传 不见当年啊 近日点评会上 其实洪某 就想与李姑娘 见上一见 可惜李姑娘 以身体不适为由 没有前来 正当洪某失望之际 李姑娘出现了 洪大人 言重了吧 李湘君地位卑微 洪大人如此抬举 我可真是不敢当啊 洪大人 您可是大明大清 两朝的一品大员 如今又是太子太师 是皇帝 以重的重臣 和李湘君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人 李湘君不敢高攀 你这样的朋友啊 李姑娘快人快语 性格康烈 难怪当年侯方玉 之所作所为 李姑娘一直没有原谅她 近日 洪某领教了 人各有志 不能勉强 我和侯方玉之间 早就没有什么了 根本不值得再提 怎么说 侯方玉已是昨日烟云 现在李姑娘的芳心 已属于李渔的了 李姑娘 与李渔这等纵情声色 养鸡续臂的银棍 整日居于一所 恐怕有损 李姑娘的生意吧 洪大人 李渔是不拘小节 可他却是真情真性 不像有些人 满嘴忠孝礼义 行为却是大奸大恶 我李湘君 能够待在这样的戏班 深感荣幸 你 李姑娘敢说敢为 洪某佩服 洪大人的话说完了 告辞 李班主 洪成仇没安好心 以后你要多加提防啊 我李渔又不拖不抢 安生唱戏 难不成 他会砍我的头吗 我担心的还不是你啊 我怕我的恶名会连累姑娘 还不知道谁会连累谁呢 说什么恶名 李班主以后 不要再这样作践自己了 事事险恶呀 说真的 戏班之所以 在苏州硬撑下去 为的就是盼着有一天 进京唱戏 但是如今凶多吉少 进京唱戏 能不能成行 还是个未知数 姑娘 我看你是不是要暂时离开戏班 先躲避一阵子 你要我离开 对 离开 我想过了 湘君姑娘 你可以到杭州 另一处旧宅暂住 只要不常常露面 想逼官府的人 也不会来打搅 如果实在没办法 我再想另外的办法 说真的 我也不想离开苏州 但是 要走 大家一起走 整个戏班的人 都必须离开 湘君姑娘 你听我说 我和戏班 为什么之所以不离开 大家都这样硬撑下去 大家都一样 不想放弃 曹大人给我们这次 进京唱戏的机会 所以不管发生任何状况 只要 戏班能够进京唱戏 戏 光打戏曲 传播我华夏文化 就算要我离于死 我也死而无憾 但是 李班主 要留 大家一起留 我不能独自离开的 湘君姑娘 你又不是我们戏班的人 没有必要留下来 跟我们承担风险 还有啊 新班弟子现在都已经学成了 你放心离开 我会好好照顾他们 离于戏班 如有风险的话 我更不能独自离开的 李班主如果不嫌弃 从今天起 我就是戏班的人了 师父啊 跟湘君姐姐虽然还没有回来 但是啊 我们今天晚上这出戏 还是照常唱 为了我们的师父 一定要演得更好 更精彩 来来来 赶快准备啊 赶快准备 上床 赶快准备啊 快快快 上庄上庄了啊 都没听见李三说什么事吗 赶快上庄准备开罗了 师父 湘君姐姐 没事了 师父 太好了 师父还得给你们宣布一件事啊 从现在开始呢 湘君姐姐就正式加入 我们的离于戏班了 这离于也太狂了吧 居然连洪大人的面子都不给 姑爷 这平溪王曾经说过 这西南是平溪王说了算 这江南可是洪大人说了算 对啊 既然本官把话说出去 看离于不听也得听 这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啊 再说这办好孤苏巨舍 也未必一定要用鲤鱼系班不是 就算他不肯给 那也要把他搞垮 这天下第一巨舍的名号 非我孤苏巨舍莫属 不过 鲤鱼系班有名气 也有人才 再说鲤鱼编的传奇 太后很喜欢 对对对 所以此事 还要从长计议啊 对对对 这鲤鱼在苏州有一定的声望 况且还有曹大人在后面给他撑腰呢 所以呢 此事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啊 马之府 你作为苏州的地方官 严惩这些刁民 那是你的职责 只要你让鲤鱼下狱 让他群龙无首 他那个戏班 不就自然归在我孤苏巨舍了吗 那你不能说至罪就至罪啊 你们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马之府说得对 问题是出在曹喜那头 鲤鱼找曹喜做靠山 拿他做挡箭牌 所以他才这样有恃无恐 只要曹喜那边松了口 事情就好办多了 可这曹喜 仗着他是皇亲国戚 不把红大人您 和我岳丈平夕王放在眼里啊 要说服他 怕不容易吧 看样子 得想想别的法子 马之府 大人 看来这件事情还要你出面咯 你去试探试探 曹喜的态度 要不干脆让他提条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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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大人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五品地方官啊 他曹大人怎么能听我的劝呢 我 我不是让你去劝他 我是让你去探探他的口气 问问他有什么条件 哎哟 洪大人 我明白 下官一定尽力而为 一定尽力而为 事不宜迟啊 说办就办 不能再等了 杜学师 在 您列个单子 看看这 李渔戏班里面 有没有咱们 派在上用场的角色 一定把他给挖过来 哼 把这台给他拆了 看他这戏 还怎么唱 李渔戏班 除了新班弟子 个个都是好角 对对对 比如那个王姬啊 乔姬啊 头一个 就是 李湘君 洪大人 洪大人 皇上有旨 其他无关人等 请回避 下官先行告退 告辞 告辞 洪大人 五百里加急 传皇上圣旨 命你召集江南 各府精兵强将 护送江南贡品 顺利到达京城 第一笔贡物 何时其运 曹席大人 也接到了皇上的御旨 具体日程 还知道他府上上议吧 好 好 好 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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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出师了 有你这么好的师父 才有他们这么好的徒弟 师父 师父 我们演得好吗 好好 演得太好了 李班主编的戏太好了 五娘我多少年 没有感动过的人 都掉眼泪了 五娘过奖了 要是格格今天晚上 能来的话 他不知道能高兴 成什么样子了 对了 格格怎么样 我一直想问你 但是一直没机会 本来格格说了 不让我告诉你 但他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 跟你说了也无妨 格格追马受伤了 所以曹大人 让他休息几天再走 那格格他摔得严重吗 对啊 年轻轻的女孩子家 已经没事了 放心吧 我明天去看看他 那你去看他的时候 可不可以帮我带点东西 什么宝贝 你自己不能带去 还有我帮你带 这是我们家的祖传秘方 滋养膏 我想给他补补身子 对啊 李班主家祖上是开药铺的 我想这种祖传秘方 一定很灵的吧 还是李班主想得周到啊 这曹大人府上什么都有 可是补女人身子的滋养膏 还真是没有 不过啊 还是你自己送去吧 我也很想去 但是最近曹府人员复杂 我去了怕会造成误会 这事还有劳五娘了 五娘 明天我跟你一块去 我带李班主去看看哥哥 这贡品和车队就由我来负责了 这人手安全就由洪大人负责了 曹大人不必客气 都是为皇上办差 就不要分你我了吧 我的贡品和车队都准备好了 使车 杭州的瓷器 使车 苏州的丝绸 使车 常熟的香油 只要等洪大人说 这沿途的布防 安全有保障 我这几十车贡品 就可以浩浩荡荡 开出江南 是直抵京城啊 曹大人 实不相瞒 从苏航到京口的路上 我已经布下 水 骑 巡 三路人马 彻眼盘差 若有可疑的船只和行人 一律扎口 只等车队顺顺当当的 从江南出发咯 两位大人真是考虑的周全 这真是皇上的福气啊 曹大人 您准备何时启程啊 这沿途安全 已经有了保障 那就等杭州和常熟的车队一到 咱们就可以出发了 好啊 曹大人说什么时候出发 就什么时候出发 嗯 哈哈哈哈 哇 这么香啊 这是给谁送去的 曹大人 洪大人他们刚商量完事情要吃香药 洪大人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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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鸡腿了 鸡腿被格格吃掉了 他说他也饿了 这 这都什么时候了 他还没睡啊 既然格格饿了 要不请他出来一块吃吧 那我就先告辞了 哎哟 洪大人 格格又不是老虎 他能把你吃了吗 来来来 请请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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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大人 格格年纪小 不懂事 请不要和他计较 嗯 请格格过来 用膳吧 嗯 哥格格 曹大人他们请你过去一块吃 好 我马上就去 哈哈哈哈 走 来了 嗯 这么好吃啊 你们一块吃啊 上 好好好好 慢慢吃 啊 慢慢吃 对了 我刚才说到哪了 哦 洪大人 太后的寿臣 不知道你要送什么礼物 给我们说出来听听吧 啊 哈哈哈哈 曹大人 啊 洪某准备的寿礼 就在洪某身上 哦 那是什么呀 你身上的东西 是你的头 还是你两只脚啊 哈哈哈哈 小孩子 是猜不到的 哦 我知道了 你身上的衣服 你不会是把你的衣服 送给太后吧 是洪某的一片忠心 一片忠心 好啊 好 谁看得见呢 哦 哈哈哈哈 哎呀 好是好啊 不过 作为大清朝的大臣 总得备些礼物 啊 对太后 让太后也得高兴高兴 对吧 我 曹某是准备了一份厚礼啊 洪某听说了 嗯 是 李渔戏班吧 对 正是李渔戏班的 实态大戏啊 曹大人 哎 这份厚礼 太后未必喜欢 嗯 洪大人 这你可就错了 嗯 太后啊 恰恰喜欢听戏 太后是喜欢听戏 但不一定喜欢 听李渔戏班的戏啊 太后就是喜欢听李渔戏班的戏啊 嗯 曹大人 哎 提起李渔戏班 洪某有一句忠告 哦 洪大人 有什么话 尽管说 啊 这个李渔戏班 坏就坏在李渔身上 想必曹大人已经知道 李渔在苏杭一带的名声 此人虽说是才华出众 但是行为很不检点 他有什么不检点啊 他不仅于多位名领相好 而且还诱骗那些无知的魏家少女 使其堕落 此人真是一位情场狂徒 色中片刻 你 你胡说 我胡说 连李湘君这样酒精情场的女人 都被他骗得团传转 更别说那些魏家少女了 你 有这么严重吗 曹大人 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 红成仇 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啊 你就想让曹大人放弃李渔戏班 然后呢 要王永康吞并戏班 变成吴三桂家班 这样就可以兢兢成戏了 哥哥 无凭无据 可不要胡乱猜疑啊 曹大人 你不要听他胡说 好了好了好了 不争了啊 这不是 还没定下来吗 这是 他专门给你烧来的 步步身体 李班主很惦记你啊 这可是他祖传秘方炼制的 他这几天还好吗 他挺好的 最近为了比目鱼这出戏 忙得不可开交 家演了许多场 还是不能满足看客 我也很想去看呢 哥哥 你过两天不是叫回京城了吗 这次恐怕是来不及了 把这滋养膏给拿回去吧 这是为什么呀 这可是李班主的一片心意啊 一片心意 看不见摸不着的 谁知道他这一片心意 算是怎么回事 哥哥的意思我明白了 其实 只要曹大人同意 李班主 他是一百个愿意来看你的 我是我 又不是曹大人 他来看我 还要经过曹大人同意啊 他这分明是找借口 不来看我 哥哥说的是 要不然让李班主自己来看哥哥 我不要他来看我 谁勉强他了 他不是很忙吗 他早把我给忘干净了 哥哥 李班主 他真的很惦记你 相亲姐姐 我知道李班主的心思 他关心的 就只有你一个人 把那个什么祖传秘方 拿回去吧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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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